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下部我不讲唱 时间又到 我是余荣洋 身边也有郑仲暉 是 郑先生 你好 辉哥 你好 大家好 今集想跟大家讲讲 华人的优点 讲到全地球的华人 不只是在中国内地 台湾 港澳 即是比较宽一点的范围 我想华人去每一个地方 都有不同的变化 我自己去过的地方 有些都是在外国 我觉得华人 第一个 适应性是很强的 即是你去到天涯海港 很冬很热 非洲或者是北欧那些 都有很多中国人 大家都认为 中国去到外国做什么 当然不同的年代 有不同的公众 以前都是没有文化的 都是做一些纯丝 集货铺 或者用力气 是的 有些就是做农耕 都有农业 整把路 例如去加拿大 这个是比较辛苦 大家对于中国人 分开不同的阶段的评价 和接受与否 那我在外地的时候 我就觉得一般外国人 其实都接受我们为中外人 你说外国人 或者收集 例如是印度 日本 西方人 即欧洲 或者美洲 就是西人 他们对中国人的感觉 就是中国人很勤怯 中国人就很… 当时 现在我就感觉 因为现在 这段时间 我都少去这个地方 觉得中国人很耐廉 正所谓 叫做 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 即是不会出来搞很多东西 当然有些 反而土生土长的华人 就会参与一些社会 或者政治活动 但是… 打在西下 即是有些华人做了拿督 或者参与一些社会 和政治方面的事情 我想 外国人 对于我们中国 即是华人 应该说 不是中国人 华人 的感觉 都是好的 当然 世界上 没有绝对的 但是我说的是大部分 即是他会认为 你们 是会守法的 我为什么要说一集 是 讲华人的优点呢 因为我见到香港的YouTuber 一美是谈的 当然是有很多问题才谈 但其实有些优点的 是正能量 你都应该是弘扬一下 是鼓励的 因为你说 如果说 哎 见到很多大陆人 在那里不好 你什么时候 改革开放 以前又窮 又没有文化 出去 你说坏的 周围我见到 我在澳门见到 鬼佬扔垃圾 是不是 所以这个 不是说有一两个人 这样的行为 你就当它代表了全部 但是我现在发过一些优点 刚才辉哥说了一些优点 实际上 我们以前 华人 尤其是清朝 最后的一百年 是窮 窮他要找食 找食 近的 就去南洋 是吧 有些软点的 买猪仔 可以去到美加 新金山 南洋 先是构成了 有些亚洲的国家 不单单是南洋 就会出现这么多的华人 包括你见到 南洋 当时就没有新加坡 新加坡是1965年 现在才独立 以前是马来亚 另外还有 都不是富庶 但是华人都去找食 一个泰国 一个菲律宾 印尼 印尼 印尼都有 可以见到那些华人 正如徽哥所说 適应能力很强 但適应能力强不够 你一定要有一种勤努 勤努 適应能力强量 加上还要守当地的法律 我觉得外国人 当然你说有没有歧视 这个歧视绝对有 有 好像当年的华人 去到澳洲 首先要付一些特别的税收 才可以上岸 另外很多工作 你不准做 还有 你不可以结婚 所以很多都是 取回内地的时候 去的 有些回到相亲的 你看看相片 当时我们去外地的华人 一般 你看到相片便知道 都是比较文化低的 一些比较基层的人 这些人的思想比较是值的 值在哪裏呢 他很简单 他说我家没得吃 出到这里有吃 这里整整一下 挺好的 又可以存到钱 存到钱之后 他又可能 最后有些分开两边 有些是落月归根 变卖所有东西 回唐山 有些就不是了 有些就很招 不如叫亲戚朋友 兄弟姐妹 过来招 但是第一代 或者卖猪仔那代 其实很辛苦 我去到新加坡 那些就是我说 用力气 我去到新加坡 看到那些叫猪仔屋 那些真是很散 总而香港一样有农屋 农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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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守当地的法律规矩 但是我不得罪某些国家 有些亚洲比较贫穷 他去到周围都好 他是不守规矩 不守法律 包括打家劫舍都有 但是你可以说 特别是清朝的时候 华人去到外国 我是看一些报道 或者一些记录 这两样东西 是绝大部分 都是跟当地的社会合作的 当然 当时的情况 就会令到一个人性 走出来 因为他们 沟通能力很差 因为很多 到死的时候 都不懂得多少个英文 比较多 英英以后家 最多就是 耶耶耶耶 什么都 耶耶耶耶 然后 人家会觉得 他和其他 包括拉丁美洲 包括非洲 同一个级数的人 同一个级数的人 但是 为什么我们 这些绝无 贬低 其他人种 只不过说回真实的事实 如果你看回头 华人在外国 一代一代 那么久之后 那个经济成长 是比较稳穩的 当然 我想说 第一代 凄惨一点 第二代 由于有些是当地出生 然后受当地教育 甚至有些是混血的 中美混血 都有的 第二代 他受了教育之后 找到份工就好些了 而我看 就是说 在清朝末 那一百年 已经有很多人出去 他们第二代 有些现在 已经很多代了 是吧 在马来西亚 你见有些华人 就比较富庶 就是这样 甚至我看 拿督 包括明报 那个老板 都是张耀卿的拿督 还有一件事 你不同的地方 他有不同的发展 在一些落后的地方 华人的发展 非常之快 例如 拉丁美洲 其实很多是华人 是很成功的 例如在菲律宾 华人 在那个经济的影响很大 是 马来西亚也是 泰国也是 是的 有些很早期 已经是做运输 因为他们知道 是孤朱一杂 他们是 我就有个感觉 这个努力 就是我们华人在外国 很努力 他可能在乡下 就是没那么努力的 真的 因为他要 像你说这样 适应 适应是引起努力的 是逼出来的 几件事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再不要说远 我们远 大家会觉得 你在这里说谷 不如我说近些 说澳门 其实澳门很多 其实澳门不是 一个洋人的地方 但当年 他们当是 洋人华士 他们当是洋人华士 的地方 你觉得 来自东南亚的很多人 当然有些人说 他带着黄金来 其实带了多少 但是当时 现在澳门很多商界的巨子 和乔坐 都是当年 六十年代 在东南亚来澳门 这些是其一 有些后期的 改革开放 是1978年开始 当时 批了很多移民 来到澳门 其中 都不少是 广东省 福建省 这两个地方 有些来到澳门 看着他起家 初期很贫穷 真的靠自己一步一脚印 现在成为了社会上的富豪 亦是有影响力的 所以 华人的特质 就是主要那三件事的优点 一个声力却 勤奋 以及肯守规矩 多谢规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